大家好 我是田园 今天我们来做春卷皮 想要做出这么漂亮的春卷皮 其实并不难 首先把面粉和热水混合 这个热水不要用烧开的水 大概70摄氏度左右 宁可温度低一些都没关系 然后把它揉成团 这个面团的感觉应该是软硬干好 不粘手 用保鲜膜覆盖静置半个小时 搓成长条 然后分成16份 每份的小面团大约是20克左右 擀成圆片 擀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油 而是撒一些面粉 这样比较容易擀也比较均匀 圆片的大小要尽量一致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可以用尺子量一下 大约是13厘米的直径 擀好的面皮叠在一起 每一张中间要记得刷到足够的油 尤其是边都要刷到 8张叠成1叠 16个剂子分成2叠 叠好以后 先用手从中间往外推 把它压平 这时候要记得 两面要轮翻着压 这样才会整齐 扇下面皮才会均匀的摊开 也不会走形 这里不用擀面杖 而是用手先压的好处 就是比较容易控制面片的走向 不容易变形 尤其适合新手 压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用擀面杖均匀的 轻轻地擀薄 同样要注意 上下两面要轮翻着擀 按照这个比例 把面片擀到大约23厘米这么宽 做出来的春卷皮就非常薄了 当然你希望外形更美观一些 你可以用锅盖压一下 这样漂亮的圆形就出来了 现在放到蒸笼里面 记得垫上蒸笼纸 如果你放在不锈钢锅里面蒸也行 直接在锅底刷个油就可以放上去了 现在把两叠的面片都重叠在一起 中间还是要抹下油 滚水入锅蒸8分钟 蒸出来的面片给你的感觉 你可能觉得它粘到一块了 其实不用担心 它一定是分得开的 尤其是经过锅盖压过的边缘 它不是太清晰 你仔细一些 慢慢的把它撕开来 你看现在非常的薄 而且很有韧性 做出来的春卷皮特别的漂亮 而且它不容易变干 另外要保存的话 你就是平整的把它放到塑料袋里面去 速冻起来 吃的时候再蒸透一下就可以了 同时我这里再分享一些小经验 之前是用热水来和面 它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擀开 不容易回缩 如果你要用冷水和面的话也可以 只是建议洗面的时间长一些 春卷皮看起来每个步骤都不难 但是你要做得漂亮的话 那记得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你的耐心 都要细致的完成 最后给田园点个赞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